來 我們來看第二條了 第二個原因 不想面對 家庭的問題和家事 小賀 對 就是 應該說因為 你結婚多久了 一年多了 那應該還算 算還很結婚 你預期吧 女兒現在才快一歲而已 因為我記得 對 因為像 因為現在我現在是一家 算一家之主 又是人夫 又是人婦 所以很多事情他都會說 我現在是一家之主 是個男人 然後不管多出眾的事情 多麼勞累的事情 就算明天隔天 一早就通告或幹嘛 他都會說 不管你是家裡的男人 這個事情就你要做 然後不光是勞累的事情 講到說 像我記得有一次是 颱風天堡 然後那時候他 因為很想吃 有一家就是 在我家裡附近的一個 魷魚哥還什麼之類的 因為他喜歡那種 湯湯水水的東西 然後我說下大雨 我們就叫外送就好了 請外送人送到樓下 我去樓下拿就好 就不用那麼麻煩 然後他就說 可是這樣不對 人家外送人 颱風天過來騎車 這樣淋雨很危險 你要 你倒不如你就自己 你就走路 因為 他也跟我說 你就拿一把雨傘 你摔是能摔多嚴重 對不對 人家騎車摔的 嚴重性比你還嚴重 你倒不如自己撐一個傘 拿去哪 我說可是走路要快20分鐘 他說沒有關係 因為外送人這樣騎車很危險 你要有換位思考 要有同理心 然後就叫我去 就為了他要喝這個 他都沒有想過我的安全性 他覺得都是應該的 外送人的安全很重要 他反而覺得外送人的安全性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 什麼事都沒有 對 就安全了 然後還有一次我記得就是 因為我以前還沒有 還單身的時候 我習慣上廁所都是站著 站著 站著上 然後他開始叫我學會 就是坐著上廁所 那有時候你知道男生就是 可能半夜起來上廁所就是 以後有一些不方便 對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些 我們有時候坐著 會嘗試要這樣子改變 但是整腹就掛在馬桶外面 對 然後 因為你們都 難怪他們要站著上廁所 你們都會不理我們的尺寸 你說這樣子 不壓 掛在外面 一壓 又 對 而且 不是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還站不起來 今天我老朋友來 你可以問他 真的 我是貼在馬桶裡的 對 因為我們家馬桶是比較小一點 沒有大 日式的 然後就變成那個 就是雞蛋會貼在牆壁上 對 對 會黏住 然後就是 對 然後有時候那個 免吃馬桶一衝 然後又亂噴這樣 對 然後他就是有時候 他也要上廁所 他說爸爸 我不是跟你講要坐著上嗎 因為有時候半夜 半夢半醒之間 就會忘記要坐著上這樣子 就是很多習慣 他就 老婆說了就要去改變 對 來 曼妮 一生夜都在公司加班 沒有 因為我做設計的 做設計 其實我們有時候那個靈感 都是晚上才會來 你知道嗎 因為白天吵吵鬧鬧 客戶打電話 晚上沒有人打電話 然後就開始畫圖 那有時候文師全勇的時候 就開始畫畫畫 沒有看到時間 然後就會很晚 那有一次是這樣 就是已經超過了 凌晨了 已經到了凌晨 大概兩 三點鐘 大概那個時候了 然後一轉過來 這個 看到手機 很多的訊息 然後還有一句說 你不用回來了 我說你完蛋了 你不用回來了 我把門鎖起來 你別回來了 我心裡想說完蛋了 完蛋 怎麼辦呢 然後後來想著想著 我就不小心在跟他睡著了 睡著了 就睡著了 躺在躺著 然後我忽然又驚醒 他就想著想著 驚覺大事不妙 趕快回家 你想要睡著 睡著了 湯儀還滿舒服的 我知道怎麼辦 躺著 真的很累 真的 做設計真的很累 因為腦袋要一直轉 然後我一驚覺的時候 那個天已經有一點微微亮 我說完蛋了 然後我就 就趕快趕回去 然後我回家的時候 我就捏手捏腳有沒有 然後一開門的時候 我就 門沒有鎖 但是在打開之前 我有做了一個備案 我就把手錶往前調了好幾個小時 往前調 你意思是說手錶停電嗎 對 我把自己的手錶往前調 手錶不走 對 可是你有手機 你有手機有誰先的 我都看手錶 你都亮怎麼不算了 你會不知道半夜 沒有… 太陽真的說話了吧 就那個天還沒有全部亮 就還是那個星塵在轉換的時候 有沒有 然後你一開門 就進去我老婆就坐在那邊 然後我想說完了 我老婆… 對 我老婆等我 就可能我要完蛋了 然後她就要準備 要跟我講什麼的時候 我就說 我就看一下家裡面的腫 又一進去就看到 我說 想不到已經這麼晚了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我就把手錶脫下來 太絕對 我就把手錶脫下來 你這個婚姻的殺手 然後砰 丟在地上 然後我老婆就 就已經被我贈出了 她不應該去台國買假的錶 對 而且她說 帶的那個錶不是很貴 對 然後我老婆就沒有說話 然後我老婆就看著我就說 然後就跑來說我愛妳 然後就抱著她 她這個滿聰明的 對 我愛妳 對 因為我覺得老婆 至少要有一個下台階 我總不能回去跟她講說 我就這麼晚回來怎麼樣 就算是工作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 還是愛老婆 所以你先放她 有玉琳哥最了解 她老婆怕得跟什麼樣 沒有 我們是很尊重 她老婆的權威感很強 你看她貴為那個什麼 知名車品 知名設計師 還會帶我們去越野的那一種 老婆一就很 對 我們要去泰國玩 又不是國語的地方 她也要問她老婆 我們要去烤肉 也不過去陽明山 她也要問她老婆 所以我們都背後說 說她是妻奴 是 對啊 你們是可憐還是可惡 來 小賀的故事 來 可憐還是可惡 請舉牌 就是 各半 沒有可憐或是可惡 沒有吧 她可以找我的小型 妳就有意思而已 剛剛那個小型應該覺得是什麼 我覺得滿可憐的 是不是 為什麼 你說馬桶的部分 終於得到一票了 老白 賣很可憐 對啊 淡江大學沒辦法 可是你們男生就是人高 馬大 手長腳長的 那就是很多出火就要你們做 要不然你們是會餵奶嗎 你們會生小孩嗎 我會餵奶 我奶奶泡得很好 我自己有奶可以餵嗎 我有親餵 你們懂得奶 但我女兒推開而已 我們也會喝母奶 我們也會喝 左邊給女兒 右邊給我 還會磨豆漿 就是我覺得男女生 本來就是我們生理上的不同 四個男生去在一起 就會變高中生 對啊 對啊 你拿媽咪 我們覺得 你們覺得可惡還是可 請舉牌 可惡 對啦 一半一半 不行 我覺得他手機不能翻過來 你一把手機翻過來 你要知道老婆在家裡是 心裡多焦慮 擔心 反而是因為說 這個討厭鬼是不是又跑去哪裡 發瘋 過了三點 他開始真的會害怕 對啊 出了什麼意外 老婆會想很多什麼 是不是翻車 出車禍 還是被人綁架 我們會擔心 對 然後你都不在乎我們擔心 還讓我們等到四點 會大糾紙 大焦慮一個晚上 我們心裡面就只有害怕而已 那時候 真的是逃避 有一個女生真的會擔心 會害怕說你是要打掉 打掉給醫院找潛意 有沒有一個潛意 被送進來 給醫院去打 他打去 沒有 打去一些場所問這樣 他又打去酒店 沒有 我們現在這樣不是 女生北路每家都打遍 然後後來就要確認他在 桌會館當牛了 是不是 你就說是不是 人夫至少要報平 一定要 要報平 而且有時候真的 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事 很多人夫做的事情 根本就沒有什麼事情 遇盖迷彰 對 你就是 我覺得這是為一個逃避 因為我老公也特愛逃避 而且他逃避的事情就很小 他就只是 他會每天到差不多9點的時候 他就會跟我說 營造他自己那種很好的氣氛 就跟我說 我要去倒垃圾 他每次只要9點多去倒垃圾 大概就會 太久了 我們家有倒垃圾 超自去生命了 我們倒垃圾超近的 去林哥 去生命了 他每次走到 沒有 因為我們家的鄰居 還滿多人 他就會走到那邊以後 就跟我每次回來就說 他剛好遇到森達 還遇到小潔老公 就在那邊聊天 然後永遠都是到一個半小時 因為他就是秉持著 小孩醒著出去 他回到家的時候 三個小孩都要睡著了 他說他剛剛好 我都懷疑他在門口這樣聽 然後小孩哭聲 他想說 不要 再到這裡 再到這裡 對 怕不中間 好會閃 有一次我就真的覺得 他真的倒垃圾 真的有倒那麼久 他真的倒垃圾嗎 我就跟去 他真的跟小潔老公兩個人 站在垃圾場那邊 不走 他老公也在 他資源回收 他在分類 他撿罐子專擠 看監視器 睡了沒睡了沒 睡了回去 人家的垃圾全部倒出來 重新幫人家分類 很多男生都這樣 對啊 他再有錢的男生 奇怪 他又不是沒錢洗車 他寧可去 去投幣自助騎 自助騎 那個很多 那晚上十點鐘全部都是 超多 全部都是 還可以同名辦 然後大家在那邊投幣 在那邊洗 不要騎 邊聊天這樣 對… 一整晚整天 你的蠟怎麼打的 互相交互 還說他推薦用什麼產品 對… 然後生日也在那邊辦 那時候我看到一個十點鐘 真的在那邊辦生日 你在洗車場 在自助洗車 對…辦生日 不要懷疑 然後大家洗洗 然後我忽然看到兩台車 就拿出一個蛋糕給另外一個男的數 你生日快樂 然後那個男生說好感動喔 然後那個水這樣噴… 還有泡沫 然後… 生日快樂 然後嘴槍 對… 然後全部的車型一起按喇叭這樣 那個蛋糕 對 他說我老婆都沒有這麼記得我的生日 連我們都認識我洗車車友 超可憐 很可憐 他現在新的男人聚會紓壓的場合 因為現在那個 是車場 電動車越來越久 對… 充電站 充電站 真的 超多的 而且那邊比較安靜 充電站 充電的時候 他可以調那個車子 衝的趴速的速度 大家全部都調最慢 調最慢 然後就一排在那邊聊天 怕我不是一天到晚出去充電 真的 而且我跟你講他還是很誇張 是明明通告是 就是可能下午3點還怎樣 他七早八早就出門 我想說上一個通告而已 有一天才一個 有這麼早要出門嗎 他說 他後來發現他是去車充 對 車充聚會 妳就用快充 快充 沒有 妳老公出頭好多 我跟你說他車充 我說家裡就安裝了車充 你為什麼不在 對 就自己充 他說沒有 我省電 去那邊車充 快充不用錢 然後後來還之前 還約他老公一起去 然後我想說你們到底有事嗎 車充聚會 他們不充快的 因為他們說快充上車 所以要充慢的 對…就調最慢 調最慢 快充快充的 然後後沒跟你講 咪咪去年的泡生日 而且很誇張 而且我跟你講 他現在誇張到進化了 他那個社區下面有 前陣不是奧運嗎 一堆人就是瘋桌球 我11 2點凌晨了 還有一堆男人們 在沙發上躺著躺 然後打著打 我想說到底是多想逃避家庭生活 完全打到3點都不回家 我想說你們這些男生 都不用顧家裡小孩 然後老婆嗎 那不用 什麼 真的 本來就不用 玉琳哥做得好 沒有猶豫 沒有猶豫 玉琳哥做得好 真男人 不必勉強